你真正想往生 头一个条件 这个世间要放得下 这个世间三装四裙 缠绕着你 你不能成就 你依旧高留到轮回 你出不了轮回 这三个 头一个亲亲 这个不放下不能往生 这个不放下出不了六道 第二个傲慢 傲慢是成亏 第三个是怀疑 这三个东西要放下 那亲情放下 是不是学佛的人无情 不是的 学佛的人有智慧 智慧跟情是一桩子 迷了的时候 就叫情 觉悟了 那就是知 情会做错思求 它会产生障碍 知不会做错 它会帮助你 所以佛法讲 慈悲 不讲爱 爱里头有情 慈悲里头有智 就是 以智慧的爱 叫慈悲 依照世间的人情 很情的那个爱 佛法称叫做爱 有情之在里头 没有情之的爱 叫慈悲 离智的爱 智慧的爱 这很重要啊 爱他不害他了 有情在里头 爱他就害他了 自己不能往生 也害得他不能往生 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 生活就是休息 工作也是休息 待人出世 哪一件不是休息 休什么呢 就是把这三两东西 淡泊下去 不怀疑 不傲慢 把情职 转变成智慧 叫真一修啊 真干啊 用什么方法 读经 听讲经 行 可以 跟读经是一样的 这都是方法 那么读诵 很重要 你要真正想 那个根杂的魂 不能够不读经 至少 每天早晚 多一遍 一年 也就有七百多遍 两年 就满足 一千遍 这是最少的 每一天读三四遍的人 很多 那么他一年的时间 就可以 多满一千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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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